郭德纲是人没良心 我挖着心我都说不出这句话 郭德纲在台上有时候也骂人 是不是跟您学的呀 跟我小子骂咱就不骂我 他骂的人我都听你 我就恨他骂得太轻 文师金文生历听郭德纲 提起郭德纲骂人的这件事 他不但没有责怪 反而说郭德纲骂得太轻 都说郭德纲说话不饶人 却不知他这个本事也是有失诚的 金文生老师不但是骂人高手 尤其爱骂说相声的 曾经有人说他徒弟郭德纲人员不好的时候 老爷子不眨眼的就说 那就对了 不骂人那就不是我徒弟了 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郭德纲的观点非常明确 曾经教过郭德纲的人都称之为老师 早年间郭德纲经父亲的介绍 认识杨志刚老师 之后因当初挪用金额 双方有分歧 而是郭德纲要彻底离开杨志刚 令杨志刚大为恼火 为此杨志刚曾访黄 我离开文化室的时候 看到人家和我父亲说过 你信住郭德纲离开我是死路一条 离开我就要饿死 所以我父亲多年以来是这个 经过一直在他心里发 从前两天我回家的时候 我会员说 你终于替我出了一口气 我儿子没有饿死 郭德纲的离开不但没有饿死 反而红遍了大江南北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郭德纲的名气越来越大 此时杨志刚却出面痛执 郭德纲是叛徒 杨志刚和郭德纲师徒原济 大骂郭德纲叛徒 意思是郭德纲的本领都是和他学的 曾经郭德纲三次紧经 一路坎坷 吃尽苦头 如今在相声界是数一数二的领头羊 真是英文那句话 人红是非多 杨志刚说郭德纲叛徒 赵金生说郭德纲偷一 此音一出 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这时候赵金生徒弟站出来说了一句话 说这句话是开了个玩笑 称呼郭德纲为师叔 按照这个称呼 两家还是蛮亲的 郭德纲在相声界是不被主流认可的 郭德纲曾经说过 自己会六百段相声 遭到了相声老前辈的质疑 老前辈被认为郭德纲说话有水分 他说传统相声一共也就有三百多段 你哪来六百多段 可见郭德纲不是在吹牛 这一点老前辈说的确实没错 传统相声能传承下来的 确实也就是三百多段 而郭德纲所说的六百段 有很多是自己创作的 可见六百多段相声的背后 郭德纲的付出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 我所针对的是针对相声界内部 相声界之外的人 你打了我我会笑 因为我知道他值得宽恕 内部我吃了他们几十年的苦 我知道我让一步 那么我以及我的徒子徒孙们 无利身之处 郭德纲自爆成龄前吃尽了苦头 1981年才开始接触相声 自打进入相声行业 同行都看不起他的相声 郭德纲无所畏惧 敢怒敢言 直率坦然的人生态度 赢得了一大批粉丝拥顿的支持 最终成就了他在相声行业 乃至于乐界不可动摇的江湖地位 直到今天为止 郭德纲和某台冲突的导火索 所谓的李赫彪打人事件 依旧不断被提起 北大教授力挺郭德纲 文章不仅生动有趣 且愤世嫉俗 一旁的主持人都不敢插谎 这一番话让主流相声界听到 估计匪得欺诈了 不过以郭德纲 以牙还牙的风格 是不会像同行示弱 台上和谦大爷你一言我一语 将包袱讽刺效果拉到了极限 这么多年的打拼锻造出一身江湖气息 自然不会惯着他 直接创造这段相声对了回去 讽刺那些装孙子的人 如今郭老师头顶着相声界的天花板 他们只能赤裸裸地看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对本期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